這是宗室漁人碼頭的地標 可以玩炸彈排球 上面有網址 前面不知道什麼 來去看看 有鯨魚耶 有很多觀景台耶 可以看海魚 這兩顆會說實在 船要進港了啊 超多人的了 黑胡椒魚 船不在 這裡有很多的 鯰 這個烤鯰的限時是三小時耶 耶 這是我們今天的戰地零 現在好像退潮時間耶 可以走下去 我記得附近那裡有一個馬桶 這幾天酪梨 獲得一顆20塊的酪梨 大家好 我是阿麻 歡迎來到Main Life 今天呢 帶過去東池 以自由 吃仙科 然後以及看東池附近的一些景點 OK 飛仔波說出發 GOGO 到東池了 然後現在下了點小雨耶 不知道怎麼開始了 哇 我們現在到了東池的街上 這裡有一個鵝仔包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裡一整條 很多鵝仔的料理 沒錯 我們今天就是來吃鵝仔的 呵 各位 這是我們今天的第一站 東池魚人碼頭 我們到了 我們先來上個廁所 因為開了一小時的車 今天來的目的是要吃200元吃到飽的烤鶴 這是東池魚人碼頭的地標 這是東池魚人碼頭的地標 然後旁邊就是漁港 可以吃小吃 海鮮小吃 唉唷 這裡有兒童當球前 前面有一排 彩色的建築物 不知名的 這裡腹地還蠻大的 哇靠 這裡有一大片的沙灘耶 可以玩沙灘排球 上面有網子 然後那邊 好像是玩沙的 還有噴水池 讚耶 哇 這裡就是東池魚港 很多漁船 前面不知道什麼 來去看看 減天氣涼爽 非常適合出門 不要下雨什麼都好 這是剛才下面的 遊戲區 有鯨魚耶 喔 這邊走上去可能可以看海喔 看個海景 看一下它的地圖 有很多觀景台 可以看海的 然後停車場 超大 不用錢 這裡就是小孩子區 沙灘排球 看鯨魚 噴水池 還有一些遊樂區 還有 涼亭什麼的 廁所 星光大道 沒有啦 靈光大道 我們現在在這裡啦 我們現在在這裡啦 這張看過去看 我可以看海耶 漂亮喔漂亮喔 哇 這都是蚵仔耶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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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顆的地方 不怕你不吃 等一下就要吃了 太吃了 沒有在跟它客氣的 船要進港了喔 船要進港了喔 沒有啊 太吃了喔 沒有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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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走去美食區 看一下有什麼 好吃的美食 平安號就是要去 外山頂座的 可是外山頂座 我不知道現在好像沒有了 是被淹沒了還是怎樣 對啊 安平號 我是平安號 這也是啊 在夜釣耶 不是 沒有啦 光光旅轉 應該是去外山頂座的 要有魚人喔 對 喔 等一下會吃海鮮耶 對啊 這沒吃到飽耶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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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吃方鈴 然後他的 無鍋魚很好吃 黑胡椒的 黑胡椒的 來 你好 來看那裡誰 來看那蚵仔酸 蚵仔包給你 喔 超多人的啦 喔 那黑胡椒魚 我現在隨便找一間 200塊吃到飽的 來吃一下 看到我腰啊 然後這是東石的 停車場 超大 又不用錢 吃午餐啊各位 今天吃科興烤鮮科 哇 讚喔 這裡有很多的 哇 這裡有很多的 哇 這裡有很多菜單耶 菜色服出 魚人馬頭 嗯 我們點了這個 好喝 沒了200 吃到飽喔 然後剩下的就是要錢的 看你自己要吃什麼 這間叫 百科興 好喝 哇 飲料超多耶 高山烏龍 喔 都是茶耶 好喝 超大喝的耶 超爽 超爽 兩百元吃到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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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沾果汁啊 OK 喔 一杯咧 還有另外的小菜 高麗菜 現在很貴 台風天剛過而已 然後 蘆筍蝦仁 然後 蟹肉滑蛋 烤魚還沒來耶 等待中 阿蠻湯 阿對喔 還有阿蠻湯喔 黑人 哪個 趕快 打呀 要 把 有麗湯來了 這個也超大顆耶 這個烤顆的現實是三小時耶 三小時要吃多少? 吃飽就好 吃到這個紅色籃子爆滿 為止 人越來越多了 接近中午的時間 持續逃啊 沒有吃飽不回家 吃完一蘭再去拿一蘭 韓哥去拿了 讚喔 跟妳來 趕快在面前拍一些帥照 哇 烤魚來了 滋滋作響 夾了 夾了夾了 五七號 它是用鹽烤的耶 粗鹽耶 超嫩的 哇 超辣 辣的很好吃 第二蘭結束 你看 第三蘭 拼豆中 沒意外應該是吃三蘭的 吃不下了 開始撐了 哈哈 三蘭就好了 不要浪費 油飽了 耶 這是我們今天的戰地雲 我們真的吃了一大龍 玩食 好 各位我們吃完烤柯的行程 我覺得超讚CP整高 200塊吃到飽 限時三小時 然後我覺得去的話就是 點個幾樣小菜 不要就是為了去吃烤柯 然後花200塊吃到飽 坐在那邊三小時 這樣就是會不好意思 所以多少還是點個小菜 外面下著雨啊 想說附近有好玩的景點工 算了 風雨無足 還是去看看好了 GOGO 好了 各位 那我們來附近的一個 白水湖 壽島 看一下 因為在附近而已 就是這個啦 壽島 然後這裡可以看戲啊 現在好像退潮時間耶 可以走下去 如果漲潮的話 好像這邊水都會淹上來 那這裡就是 電影消失的景點 拍攝場景 它之前是受到海水浴場 是一個著名的光光景點 是因為低層下限 所以現在有時候會存在海裡面 我記得附近那裡有一個馬桶 還蠻搞笑的 還蠻搞笑的 在那邊 然後前面有一個 盪球線 在這裡 這樣 我記得之前來的時候 這邊全部都是水 在水裡面 然後下雨圈呢 現在還是一輪的風雨無阻 好的 我們現在也在東石啊 這個景點叫做水中古厝 哇 我們真的是風雨無阻耶 這個景點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 因為它地層下限 加上海水倒灌 所以留下了 古厝與小水池 形成一個 很特別的風景 它會隨著水位 隨著潮汐的變化有所不同 那不同時間點來拍 會有不同的面貌這樣 那它是屬於一個快閃景點 像今天是灰萌萌的 拍起來就是很 滄桑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在這裡 水中古厝的河道 耶我們開著開著 就開到了北港來了 哼 我想說 也離蠻近的啊 有點順路過來一下 然後 拜個拜啊 那附近好像有一間 駕駛園 我們 一樣進來晃晃 看有什麼可以被盤的 現在要走去圓滑那裡 駕駛園 駕駛園上去圓滑那裡 它這個點挑的超厲害的 我們來到北港了 咱們來到北港啦 喔 下水那裡我看到了 這個就是那個媽祖大道 帥喔 第一次來耶 我真的超少來這裡 我真的超少來這裡 這裡有很多名產耶 跟大甲有點類似 這就是那個酪梨 這是那個酪梨 這是這個 這是這個 哼 我撞到 夾到了 可是沒有拍到 哇 哇 我去撞到 這裏MONSTER 捏那麼薄 一百塊的冰 都給你 好了 準備回家了 獲得一顆二十塊的酪梨 回家 飛家 好的 各位 那我們今天冬食一日遊行程 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雖然我們現在在北港 但是 就順路啦 那今天的主要目的是吃 鹹河吃到飽 所以任務達成 那現在在雲林 已經沒有再下雨了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你的朋友朋友 記得幫你個喜歡 還沒訂閱朋友 記得幫我訂閱喔 那我們下部旅程見 掰掰